我是NG 今天来分享魔物猎人闹 13种八星龙 攻击模式 这几天终于把佛空奴升级到9之2 以我的中老年计数 终于能打赢现在13种八星龙 想说还做个轻奴的心得 不过昨天发现 之前13种龙的打法 露了一只脚龙 因此就先来分享攻击模式 跟一些可能会对你有帮助的打法 基本上就跟低星龙87%像啦 就一样供各位参考 这边顺带一提 我的打法没啥技术 单纯就吃武器强度 小个位置 或是重打一次这样 所以非常适合跟我一样的 首三档偶尔中老年玩家哦 装备部分是后座力3 填弹速度3 下面内容如果有提到 就先以3-3简称 顺序就依照魔物只能上到下开始 1.大凶彩龙 开场子弹打完 可以装弹 如果没3-3觉得不稳 闪开再装即可 第一种攻击是大肚子翻滚 左右闪避即可 第二种攻击是土口水 也是左右闪避 第三种攻击 左右咬前冲 左右闪避即可 如果贴太近 可以闪两次比较好 第四种攻击 往前冲刺咬 左右闪开就行 第五种是挥小手攻击 左右闪都行 输出都瞄准弱点肚子即可 二.扫鸟 开场子弹打完 有没3-3都能换弹 如果有3-3 可以再打一轮散弹 记得开启附恶模式 瞄准头部射击弱点 武器强度不高时 才有机会拼盈 第一种攻击 飞扑 左右闪躲避 此时你会到侧面 尽量瞄准手部弱点射击 如果切到贯通弹了 也可以考虑多闪一次 热到屁股去 贯穿全身伤害会多一些 第二种攻击 是爆南瓜飞扑 左右闪就好 很简单 第三种攻击 南瓜垂直 距离有够的话左右闪 不够的话往后 或你就直接往后 第四种攻击 鸟爪乱抓 一样左右闪就好 第五种攻击 鸟椎往前戳 左右闪必即可 骚鸟不难 就单纯身形关系 为然贯通弹伤害打不出来 导致时间可能不够这样 如果要看SP要特别注意 他有时会快速移动 所以要确定 是不会连续移动时再放 三 独咬鸟 第一轮打完没三三 看你多少 来不来得及 再决定要不要换弹 第一种攻击是 头转骚尾 就是二段攻击 往后闪即可 如果打熟练了 距离感比较好 有时站着不动就行 他打不到你的 好比说我影片没有闪 就是以为打不到 反正多打个熟练这样 第二种攻击吐口水 左右闪就可 第三种 兔舌头冲刺 到你这边时会甩舌头攻击 也是左右闪 第四种攻击 冲刺咬 一样左右闪 第五种 如果你在他屁股 他会用尾巴喷毒 往后闪比较稳 输出都瞄准头部即可 四 吐沙龙 第一轮子弹打完没三三的话 等他招放完再换比较稳 或你够快就随便 然后他出场前十几秒吧 会有泥土在身上 所以打不痛 就差不多射射就行 千万比开SP 第一种攻击是原地头锤 随便闪都行 但一定要闪 有时候会有大便掉下来 被打到会受伤 第二种是冲刺头顶 蓄器动作明显 左右闪开最好 第三种 单纯头部冲撞 速度很慢 左右闪就好 第四种是甩大便 基本上你有闪臂 很难打到你 弱点的话我觉得是嘴巴 但就随便打吧 这龙就是来送的 五 大凶恶龙 打完子弹没三三 就闪别换弹 第一种攻击是向前冲刺 左右闪臂完换弹输出 瞄准头部即可 第二种是吐毒翼 左右闪就好 会有麻痹效果 如果你迟到了 建议直接退出重来 要不然你站起来后 可能刚好会撞一下 第三种是飞扑 左右闪就好 第四种是身体撞击 拉开距离或左右闪就行 第五种没录到 应该是你贴得很近时 导卫龙被压你 印象中往后拉开比较好 六 飞雷龙 第一轮子弹打完直接闪 如果有三三可以换 因为他可能会连续攻击 没三三就先等一下 看有没有光光比较保险 弱点是头部跟尾巴 砖打这两个地方就对了 第三种是速度比较快的 往前撕咬后起飞 用某方面对准你 这个建议连续闪两次 我直接开大 有时候位置没抓好 他下来时也会攻击一次 被打到就会觉得很哭啊 所以干脆保险一点闪掉 第四种是扫尾 左右闪后往后再闪一次比较保险 第五种是原地翻身跳 拉开距离就行 但这两个没录到 可以参考以前的影片 这两种都不难闪 七 浮空龙 弱点是背部跟翅膀 建议都打头就行 可以打到背部的弱点 第一种攻击是骚尾 会连续攻击两次 距离够远的话不用动 不确定就往后闪一次 第二种攻击起飞冲刺 左右闪开即可 第三种攻击 原地起跳往地下撞 也是左右闪开 第四种是吸气或吐气 对你都没有实质伤害 不过你被喷到 距离太近时 会因为气压问题无法动作 就会省不掉接下来的攻击 所以建议不管吸吐 左右闪一下都比较稳 头部打出弱点后 浮空龙会掉在地上 可以拼输出打翅膀看看 伤害够可以破坏两个部位 八 尼龙鱼 弱点是头跟背 第一种攻击是吐大便 会连续吐两口 建议往左闪比较保险 第二种攻击是骚尾 往后闪比较安全 第三种攻击是钻地跳跃 一开始钻地时闪避一次 离开地上大便 画面切换时就看距离 离大便够远就直接输出 随便打都行 把子弹达到散弹最好 距离太近就闪一次 等他跳出来后再闪回去 要不然被撞到起飞 伤害很高 然后就疯狂输出 第四种攻击是单发口水 没啥难度 第五种是向前摇摇 跟往前滑星摇 左右闪避即可 这里没读到 同样可以参考以前的影片 九 蛮恶龙 弱点是头部 第一种攻击是往前摇一口 左右闪开一次后可疯狂输出 第二种攻击是左右横咬 闪一次即可 或是根本不用闪 第三种攻击是屁股撞 建议左右闪 后闪可能时机不好 没有完美闪避就受伤了 第四种攻击是吼叫 这种都会有蓄气动作 可以靠完美闪避或SP躲避 伤害够的话 我是都没在管 第五种攻击是甩尾巴 你在屁股后面时会用这一招 往后闪一次即可 第六种攻击喷火 左右闪后疯狂输出 第七种攻击挖土机 想发疯一样一路吃土 你就疯狂输出 跑太远就跟上去补伤害 十 磁火龙 这个龙如果伤害够 我建议不要用Full 距离太近了啥都看不清楚 如果你有开门屏应该是没差 我是比较蓝将 弱点是头跟翅膀 第一种攻击尾巴很少 会连续攻击两次 往后拉开即可 第二种攻击喷火焰 闪避一次即可 第三种攻击 连续喷三次火焰 分别是中左右 建议往左闪避两次 最安全保险 我有往右闪过 可能会被吐到 如果搞不清楚 这龙是喷一次还是三次 建议闪开后等个半秒 不要急着换弹输出 第四种攻击是吼叫 一样完美闪避跟SP可闪 第五种攻击 往前冲刺咬 左右拉开即可 第六种攻击 原地起飞跳转 左右闪避比较好 脚爪有毒 被打到会中毒扣血 十一风飘龙 一样建议不要负哦 看不清楚 横拼应该就无所谓 弱点我都习惯打头 第一种攻击 向前冲刺扑咬 左右闪避即可 第二种攻击尾巴重击 左右闪避即可 攻击来得比较快 射击时就要注意一下 别按太快换到弹 第三种 横扫周围一圈 动作蛮好辨别 建议就是往后闪最好 如果你左右闪了觉得不对 赶紧再往后 第四种喉叫 一样完美闪避跟SP可躲 第五种起飞投咬 左右闪避 第六种旋转一圈 往正前方喷兵 左右闪避即可 第七种 旋风毒龙钻 带着兵往前冲刺 左右闪避 第八种 小幅度咬攻击 随便闪 第九种 脚往正前方爪击 拉到侧边就行 第十种 原地尾巴兵风暴 有拉开距离就行 这龙动作真的很多很烦 我太久没打了 本了三关药水才赢 十二 角龙 伤害有够高的鬼东西 诺厄七八关药水 建议不要开富尔 很烦啊 变得又大又近 如果是浮空九之物 搭配中老年技术 一定要开富尔加横平 才比较好打赢 第一种攻击 头部来回撞击 往后拉开距离最保险 不熟练拉个两次看看 感觉更好 第二种攻击 尖角向前戳 建议王左删两次 有时系统给你的站位 你闪一次会被脚撞到 吃奥迪窟 第三种攻击 钻地起飞 这边先闪一次拉开土 荧幕切换后 你感受一下距离 不够远 就往后拉掉 再拉回去输出 距离够远 你就直接输出 把子弹打成散弹 能造成巨量伤害 第四种攻击 横移冲撞 你要是反应过快往后拉掉 我左右拉都行 觉得来不及就开SP 第五种攻击 吼叫 完美闪臂加SP可躲 第六种 尾巴帅机 左右闪都行 我个人偏左 然后我试了几次 浮空久之二 伤害都会差一点 开复我加横屏 比较合打伤害跟躲招 我最后是打一个SP 然后压秒通关 13火龙 伤害够 一样建议不要开复我 你技术过好也都没差 弱点头部跟翅膀 第一种攻击是咬一口 左右随便闪 第二种攻击是往前扑咬 左右随便闪 第三种是单发火球 左右闪臂 第四种猴叫 完美闪臂-SP可躲 第五种往后推喷火球 左右闪臂 位置如果过边边 感觉不用动眼形 第六种起飞往前咬 左右闪臂 第七种甩尾巴 往后闪应该比较好 不要踢太近 通常不会有这招 第八种火焰环绕一圈 往后闪比较好 或是你踢到脚下输出 感觉也行 我是没试过啦 第九种 向前飞爪击 左右闪即可 以上就是目前的13种龙 心得分享 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那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